好 透过双手还可以腾袭大地 我们继续来看迎接世界地球日 新北市领口区的慈一志工 邀请社区民众来参加闯关游戏 五颜六色的塑胶带 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这些平时被民众随意丢弃的垃圾 没想到经过资源分类 也能再创新价值 这么大的一个社区 当然我们要把我们持继的环保理念 能够这个落实 刚好又有这个世界地球日 所以刚好这样的结合 我们就是能够在这里 办一个这样的活动 响应世界地球日 慈一志工举办环保闯关活动 邀请社区民众实际动手做 更能展现爱护地球的心 希望借着这个活动 让住户更了解 这个垃圾分类 它要做到怎么样的程度 才可以对我们这个环境 更有帮助 资源回收再利用 不论大小朋友都抢着表现 还越做越有心得 有学到带子也可以回收 要飞累 纸类要放在纸类的垃圾桶 环保这个议题已经 已经也剩很久了 这个对地球的影响蛮大的 所以我想说跟小孩子 一起来做一个体验 亲子兼共同学习 这难得的经验也是环保活动 最意外的收获 大爱新闻 李明华台北报道